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今天是2020年9月14号星期二 那今天呢,两四三大股子呢 再度啊,出现比较强烈的一个分化 今天呢,大盘,包括这个生成子啊 都出现了幅度比较大的一个杀跌 其中呢,大盘的这个走势呢 确实是啊,今天走得非常弱 出现长鹰杀跌 那么三大股子里边呢 唯有创业版今天是上涨的 但是从两个市场的情况对比来看呢 不管是上海市场还是深圳市场 还是创业版的指数成分股 今天呢,下跌的数量啊 远远比这个上涨的数量要多得多 显然呢,空头呢,再度呢,袭来 所以当前呢,这个股子呢 在接近历史前高的位置附近 应该是出现这样的震荡 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 那在之前呢,给大家也分析过啊 我说这个3731点这个位置 接近这个位置必然会产生震荡 但是另一方面,我也给大家分享过 我说,关于大盘周线级别呢 应该是中线向上 这个方向已经确定 那么看一下啊,这个周线的方向 周线的方向呢,现在是 应该是下上了啊 那么到达一个关键的一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现在呢 是在下方啊 这个3420点附近 这是一个中期的强制称啊 也就是说之前给大家讲的啊 这个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境线啊 就是2015年年底的高点 2018年1月份的高点 然后呢,是2020年7月份那个最高点 3点呢,连为一线啊 这个地方呢,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 从周线级别 那么这张图表呢 就是一个周线级别的走势 那么我今天呢,换一种角度啊 给大家再做一组等距的 双通道的平行啊 等距线 那么这个红色的这个线就是啊 那么现在呢 骨子呢,用行在红色的这个通道的这个上半部分啊 大家看一下 就是在红色通道的上半部分 这部分啊,用行 尤其是从这个去年的7月向上突破之后 目前呢,骨子呢 一直在上面的啊 这个通道里面正当上行 那接下来的目标是在哪里呢 我认为从中期的角度来讲 应该是 大盘呢,应该是继续上升啊 继续上升 那么最后呢,是到达上原为止 可能还会有震荡 总之呢,从中期的方向来说 骨子呢,现在在 接近3731点附近以后 短期呢,它会有一个震荡 周线级别 周线级别的震荡就是前稿 首先呢,是在 这个位置啊 就是在3600点 3620点左右 那么最近呢,突破啊 这个大阳线突破 之后会出现什么? 出现回踩 也就是说在这个境线位置附近啊 在这个地方 要对它进行确认 那么从周线角度 这个地方我认为是 以区间震荡为主 那么时间级别上来说 我认为会有 两周左右的 一个下下的一个调整 应该走一个调整结构 那么就阶段性的调整来说 我还是坚持啊 我在几周以前 给大家分享的 我说9月下旬啊 20号以后 那么今天已经是14号了 是吧 20号以后呢 大约在月 20号到月底之间 应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低点 那么这个低点呢 首先我们说3600点 今天是已经到了3662点 那么3600点附近 会有非常强的支撑 那么第二个支撑位呢 我们一定要关注啊 在日线级别下面 大盘呢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什么位置呢 就是3731点开始 高点 从这儿 从这儿 我们做一组 这个压力线啊 这个压力线呢 我用这个绿色的这个 来表示啊 从这儿 下降 下降过来 做一组这个压力线 那么压力线呢 是连接 是连接 20啊 今年是2021年 2月48号的最高点 3731点 今年呢 6月2号的最高点 3629点 那么高点和次高点 相连 在这个位置 它形成了什么 之前 它是压力位啊 压力位 那么大盘子这个 呃 8月底上穿以来啊 那么这次回踩 最大的回踩幅度在哪里 那我认为 很可能啊 最大的回踩幅度 它会踩到 之前的压力线附近 因为这个压力线 突破之后 会转为支撑啊 那么这个地方有 正当下行的一个必要 啊 在这个地方 应该是有非常强的一个支撑啊 那么踩到位之后 还是继续正当上行为主 所以说呢 之前踏空 这波行情的朋友们 不用着急 你们的机会来了啊 那么这次呢 大盘 在下行洗盘的过程当中 大家一定要啊 注意那些错杀的一些优质股 这次呢 刚好利用大盘的回调 他们呢 也要啊 进行一番不跌 那么跌到啊 参考大盘这个位置 就当前 屏幕上啊 给大家讲的 就是这个位置啊 踩到这根线啊 这根线 刚才我讲的 373L 2639点连线 踩到位之后 我们还可以低息啊 一定要抓住这次这波机会 那么总之呢 我认为说 从现在到9月底这段时间 骨子本身我不看好 不太看好 为什么不看好呢 其实理由非常简单 我说周线 首先是向上突破了 那么向上突破之后 它又有一个回踩确认 那么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技术走势啊 就是说你一个形态破掉之后 上穿了之后一定要回踩确认啊 这样的话才有利于市场后面的走的更稳健啊 所以说这次呢 今天那个回踩是正常的洗盘啊 首先呢我还是告大家的结论就是之前给大家讲的 大盘的周线呢 在突破3620点之后 那基本上呢 周线啊 角度就已经向上了 就要再走一格 下一个目标必然是4000点 那么这次回踩之后 回踩到我刚才讲的这个屏幕上 这个技术位啊 回踩到这个位置 比如说它后面还可以按向下再做一个底 或者走一个头肩底的模式啊 也可以 那么到达这个位置一定要注意啊 靠线的时候 一定要加长啊 加什么长呢 当然不是提踩股啊 提踩股呢 这次回踩之后啊 那么再向上应该是一个反弹了 提踩股应该是很多强势提踩股 当前已经见到历史的顶部 或者是接近历史的顶部 那么接下来 这个这次回踩之后 提踩那些高泡沫啊 高市盈率的高估值的提踩股 会跟低估值的优质的大盘篮筹 风道扬镳 那这次呢 股指回踩靠线之后 再度上扬 将是一波指数行情 我认为这个概率非常大 那些低估值的篮筹 之前一直在跟大家讲的 券商保险银行大金融板块 然后是中字头啊 然后是一些 极优的一些白马股啊 你比如说 我们之前讲的一些这个 调的非常到位的啊 那些历史上走长牛的啊 那一些行业龙头股 那现在回踩刚好是一个低息的机会啊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今天的盘面的一个情况啊 那创 创业版和科创版 今天是我们A股当中呢 就是为数啊 不多的两个啊 主要上涨的这个指数啊 首先是 我们看一下创业版啊 首先看一下科创版 科创版呢 今天是涨了是 12个点啊 涨了12个点 科创版呢 也是经过近期以来的一个杀跌啊 那么基本上我们从浪行上看了 它的一个五浪结构已经是比较清晰了 是吧 那么第一波的杀跌完事了 那这个位置我认为啊 从复途指标来看啊 科创版已经到了超跌反弹的时候 科创版是接下来 我们A股的一个主要的机会 当然你需要开科创版的账户啊 据说是50万啊 50万开一个科创版的账户 大家有很多朋友可能 不够啊 不够的话呢 那你还可以考虑创业版啊 创业版这个门槛要低一点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业版 创业版呢 今天的这个百分之数啊 涨了42个点 那我们看一下 这今天它收了一个阳线啊 封死当中呢 今天是上午的时候呢 是先冲高 然后午后会落 下午两点钟以后呢 基本上是横着走了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的话 它现在这个位置 整体来看 结合最近三天的一个K线组合啊 两阳加一 还是一个看涨形态 那接下来我认为说 可能是创业版呢 会走逆时行情 逆时行情呢 可能是大盘条 创业版这次开始反弹了 哎 这个很有意思啊 之前我们看到是大盘一路反弹 创业版 创业版反而调整 哎 这个很有意思啊 创业版调整了 哎 那么之前是大盘什么 大盘是反而是往上去 之前大盘是往上去了 刚好是倒扣的一个形态啊 在这里面我特意把这个大盘呢 跟创业版指数啊 给大家叠加一下啊 叠加一下大家一目了然了啊 那我们叠加一下就看出来了啊 看一下啊 好 这家就这下就一目了然了啊 大家看看啊 好 看看 之前呢是 我们大盘呢是一路啊 反弹啊 大盘是一路反弹 看这个位置从这开始 这是3390点的位置啊 那么是 应该是在7月底 那个阶段啊 然后呢 大盘一路反弹啊 但是呢 创业版指数呢 是从这开始啊 反而是出现什么 出现调整啊 出现调整 那到现在才稳住一点了 那么如果接下来呢 大盘开始调啊 大盘如果往下调的时候 我认为创业版呢 反而会出现反弹 这个很有意思 所以说眼下你一目了然啊 大家看到了 这个机会在哪里找呢 一个是科创版 一个就是创业版 这个是 当然里面也不是所有的股票 你都去买啊 有的是高高在上的 你要看情况 跟创业版指数 保持一致的个股 那里面的成分股 都可以分低观数啊 跟大盘呢 现在是这种情况 大盘现在调了 谁带动大盘下调 那么这个调整的空间大不大 我认为不会大啊 不会太大 刚才跟大家讲了 就是打到什么 打到那个压力线附近 获得支撑 是吧 所以这个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就是大盘不会给你踩 以暴跌的方式展开调整啊 就是这种概率比较小 那么刚才我也说了啊 日线级别回踩 是吧 大盘的日线级别回踩 就是前边的 前边的这个高点和次高点连线啊 就这根线 我再给大家画一下啊 一模了然的啊 三七三一 就这根线啊 大盘呢 最多呢 它踩到这个位置啊 踩到这个线上 踩到这个线上就OK了啊 那么这个 不要认为说 这个地方就开始下跌啊 我认为这个地方就调转 调下来啊 调下来 然后呢 再度拉起 再度拉起 那么大的时间框架 周线级别 告诉大家 现在大盘还是一个看涨的形态 那么在突破3620点之后呢 我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啊 这个周线级别的一个大的 啊的一个通道结构啊 那么这个地方突破之后 只要是盘中突破都行 那么再向上走一格 调整完 这这波回踩完之后 那么下个目标就是四千 四千点啊 啊就这样啊 就是一个低估值难筹 主声浪的啊 这么一个行情 所以说呢 关于啊 股指我们就讲到这儿啊 接下来看看 今天的一个盘面啊 题材方面呢 今天呢 这个两四呀 确确实实大幅回落啊 之前走得比较强的一些这个题材股 今天是全面回落 那今天题材百分之处啊 上涨的不多 或者是有的涨的幅度都不大 那么首先今天呢 有一点就是软件啊 软国产软件题材 红猛概念 操作系统走得比较强 然后跟这个汽车 汽车相关的啊 然后淡化甲 佛概念 但是这样的一个题材 能不能持续 我认为持续性不大 啊 跟大家讲了 就是你看昨天走的有色 化工煤炭都很强 但今天就骤然啊 就开始变冷 然后就开始呢 盘中就跟着 就是带动指数下调 所以说呢 你别看今天呀 走得很火 明天呢 又会发生这个节奏上的一个转变 所以现在这个行情的轮动啊 题材或板块之间的轮动非常快啊 这一点呢 大家一定要看位置 比如说我们随便找一些这个题材啊 日线级别来看 今天的这个鸿猛概念啊 走得确实比较强啊 今天是大阳线拉起来了 但是后续我认为 它不会持续啊 像今天这么强的行情 对吧 走一点 然后开始修整 然后再往上走 它总之它不是一个线性的走法 它是一个震荡的 区间性质的 重心逐步抬高的一个走法 应该是这样啊 因为软件题材确实有部分啊 它是近期调了 你包括工业母级啊 有机规呢 我认为这个地方不适合最高了啊 复途指标当中 我告诉大家 这个是高位盘旋啊 甚至是月线级别的一个 这个比较大的一个顶部啊 这个这个位置我认为是越往高走啊 越悬火啊 所以说呢 你不管是通过指标也好啊 是各种各样的一些看法 所以说现在我认为 有些热门题材 之前一直在跟大家讲的里电池 别看这两天 里价又涨了又如何 实际上这些早在预期当中了啊 股价是提前兑现 永远不要忘了这一点 就是你大众商品啊 涨了没完没了 当时看到涨势很晚 实际上股价已经超过 它的这个预期了 涨的啊 这个涨幅是提前了 现在出任何的大涨价的 这个东西 你不要认为提财股 现在就是买的好司机 不是了 这个已经预期到了啊 所以说我们说 今天呢 别看是里电池啊 好像是又表现了一把啊 好像还是那么强啊 别以为这样是不可持续的啊 怪我大家 今天呢 这个确确实实有那么一点啊 有那么一点比较疯狂的意味 这个板块是非常有意思的啊 就是博弈啊 就投机热门题材 大涨的时候就投机心态啊 千万不要在这个地方报价值投资的想法 没有价值投资啊 这个就是 周期股就是这么一个特点 所有的周期股 包括这个 我们以往的做的有色呀 什么化工煤炭了 包括这些大的一些科技题材 你别抱有价值投资的概念 因为它 这个一个是技术迭代非常快啊 第二个是 因为大众商品的这个价格价格总是涨幅不定啊 来了这个钞票硬多了 它就大涨 硬少了 它就跌得稀里哗啦的 后来呢 又又跌到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价位啊 所以说这样的话是 它这个业绩全靠涨价来支撑 这是不对的 科技题材呢 如果没有技术迭代啊 如果技术呢 不发展了 就这一种技术 是十年八年 二十年三十年就一种技术啊 然后它的货物还是供不应求 那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做价值投资 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不存在科技股 那个科技股有什么价值投资的啊 除非是上市公司本身 创新能力非常强 就像美国的微软啊 美国的IBM 包括这个 谷歌啊 包括一些大 其他的一些大的科技公司 那么他们的股价是蒸蒸日上 为什么创新能力非常强 它这个技术出来之后 后面的一个技术 新的技术就跟上 就更新了啊 这个是可以的 但我们A股当中啊 适合价值投资的科技股 还是为数啊 非常非常少的 我认为这里面值得大家去下功夫去研究啊 那么尤其在芯片半导体领域 会不会将来出现大的一些独角兽啊 那个基业长青的这些个股 那我们还需要细心的去挖掘 当然现在价值投资里面呢 还是重点以大消费板块啊 一些医药里面呢 啊 酿酒啊 家电呢 我认为这里面存在价值股 价值股还是非常多的 包括大金融板块的 包括银行 包括保险啊 包括一些其他一些行业 一些龙头股 我认为它会有投资价值 那么接下来的操作怎么办呢 我认为还在仓位上面啊 大家 如果你是波段交易者 短线交易者 仓位上面适当控制一下 还要看看手里面的股票 如果是 这个板块的动态市益率达到60倍以上 50倍以上 你现在一定要把你的这样的一些科技股 这个仓位往下降一降 如果你是中线投资者 那么低估值蓝筹 大金融板块 比如说 行业板块里面的这个 金融 比如券商 然后像银行保险 现在没有问题 接下来呢 如果仓位轻的话 在这次呢 用大判回调的 这样的一个契机 那还可以把仓位加一加 中线还是继续看好 低估值蓝筹 第四净率 今天也出现了回调啊 第四净率 200支这个A股的 最有这个投资价值的啊 一部分个股 非常便宜啊 市盈率只有5倍多 刚好日线级别呢 今天呢 出现回踩 回踩到前期净线啊 净线一代 第四净率 百分之数 那正好还是一个非常好的 抄底的时机 这一点 大家一定要务必要搞清楚啊 那么踩到位之后 后面还是以上行为主 所以说 以第四净率 200支有代表性的 低估值蓝筹为代表 这些股票 我是持续看好 中线没有问题 短期回踩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低息或加仓的时机 好了 今天的投资分享 就跟大家讲到这 祝大家投资顺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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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